第九百四十二集 孟淑玉小声地问他爹 仇人有线索了吗 孟老爷摇头 没有 他不能把他们的推测告诉给他的儿子 淑玉还年少 那些事情不是他能够承受得起的 虽然一旦报仇的行动展开 孟淑玉作为孟家人也一定脱不开干系 但至少现在不是时机 他身为父亲得保护自己的孩子 到底会是什么人做的呢 孟淑玉的眼圈又红了 别让我逮到 一旦让我知道是谁做的 就算是那位国君陛下 我也一定会想办法宰了他 绝不食言 孟淑玉发了狠 孟老爷没说什么 又看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孟淑玉知道他爹因为姐姐的事情伤心 便劝着父亲保重身子 亲自把父亲扶回了屋 因为天气还冷 孟夫人也没多逛一会儿也就回去了 白鹤染送他回房时 发现孟老爷已经睡着了 发出轻轻的憨声 孟夫人还笑着说 瞧瞧你爹 跟累了一天似的 逛个街而已 这些个男人就是不中用 下回啊 你再想上街 娘陪你去 用不着他们 白鹤染回去时 白鹤红已经在屋子里 把沐浴的水都备好了 今日他虽然没有跟出去 但是也在偏院里躲了一整天 毕竟他是名义上的贴身丫鬟 哪有小姐出门 他不跟着的道理 虽然府里其他人都明白 他这张面孔不适合出去乱走 但还是要作戏给孟夫人看 这衣裳不要了吧 白鹤红拿着白鹤染 换下来的衣裳说 能闻着一股子烧纸钱的味道 别洗了 不要了 白鹤染却没同意 还是拿去洗了吧 叫给安兰他们就好 这衣裳是孟淑和的 我虽戒穿了一下 但也不能做主给人家扔掉 这些对于孟家人来说 都是个念想 咱们别坏了人家的念想 对了 你今日在偏院那头 没有什么事情吧 白鹤红摇头 没有 孟府白天挺安静的 上午安兰给我送了饭 我吃完了就在屋里坐着 知道你们回来 外面一切都顺利吧 你就这么本色本面地出去 有没有被人给认出来 白鹤染想了想 轻轻笑了想 如果我猜得没错 昨日在孟府门前一下了马车 就已经被人给发现了 但至于认不认得出 那就得看他们自己的本事 今日出城一直坐在马车上 到了郊外才下的车 藏地四周有几名暗哨围着 定也把我给瞧了个清清楚楚 不过那几个暗哨 应该也没命活着回京 我在藏地四周布了毒账 再加上还有剑影在 他们逃的几率不大 他绕过屏风 进了木桶里 白鹤红没有跟进去 搬了把椅子在屏风外头 坐下与他说话 昨儿你跟剑影定好了 今晚要去皇宫里 二人 我还是不放心 那可是一国皇宫啊 怎么能是说进就进得去的地方 咱们刚来 不如稳定几日再做打算 白鹤染没答应 早探晚探都是要探 稳几日那皇宫就能进得去了 该不好进还是不好进 不过也没有你想的那么悲观 我只是去探一探 如若真不成 一定立即打到恢复 绝不会勉强 倒是这座孟府 我其实有点怀疑孟家 是不是出了奸细 否则那割部国君 怎么就那么凑巧 遇着了回京的孟淑河 他堂堂国君 不至于没事就出宫一趟 白鹤红问他 你是怀疑 孟家有人把孟淑河回京的消息 给透露出去了 所以淳于澳 其实是故意到那地方 去等着孟淑河的 可会是谁呢 孟府的下人吗 不知道 白鹤染拍拍水面 就凭着孟老爷跟淳于澜 之前的那一段缘 哥布国君就不可能 不在孟家放一个探子 可是这探子 如今是什么身份 就不得而知了 子时刚过 剑影就寻上门来 进屋第一句话就是 孟淑河的目的 死了四个哥布高手 不是我动的手 是在你们走后 那四个人 到墓前查探 中毒而死的 白鹤染恩了一声 问剑影 尸体处理好了 剑影点头 处理好了 主子给的化石水很好用 前那四个人之前 有过对话 属下听得清清楚楚 当初哥布国君 阔害死孟小姐时 他们四个也在场 且参与了 整个暴虑的过程 白鹤染深吸了一口气 那死得就不冤 说完 注意到了剑影手里 提着的一支包袱 那是什么 再吸吸鼻子 一股子血腥弯 剑影将包袱望前一地 以其人之道 还这其人之身 我把那四个人的头 给割下来了 一会儿咱们进宫呢 正好给那个 割部国君送过去 他给孟府 带来的巨大悲痛 与恐慌 总也得给他还一些 反正前太子 现在已经没有了 生命危险 听说在死牢里 过得还挺嚣张 今晚上还看到 玉族出来 给他买吃的呢 所以咱们也用不着 顾及 会不会惹了 那割部国君 杀了死牢里的人 就往死里折腾吧 有大挂师那一挂 他不敢 对前太子下手 白赫然明白他的意思 虽然只到了凤香一日 但是通过在望凤楼的 那一顿饭 也是听任秋燕 说了不少事情 其中就包括 大挂师有一挂算出 国君不可杀前太子 否则割部国 必将灭亡的消息 有了任秋燕 对这件事的证实 他对老李舅舅的安危 总算是略放下心来 那便提着去吧 到时候 也学着他对孟家的做法 将这四颗人头 放到他的寝殿门口 白赫然想了想 又走到外间的书案边 提笔写了几个大字 天道轮回 然后将这字条 递给剑影 示意其塞到包袱里 做都做了 就别再畏首畏尾 白金红有些急 拉了他一把刀 会不会惹恼了淳渊 把气都撒到孟家来 白赫然挑唇笑了开 他骑孟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过如今我在城里 火力都被吸引了来 他就算是在骑 即使知道我人就在孟家 他首先要对付的人 也仅是我 由我来吸引火力 其他人的压力 就会小伤许多 包括四殿下 白金红还是不放心 如果他拿你没办法 对付不了你 反过头来 用孟家的人出气呢 白赫然摇头 孟家在割部混到这个地位 那也不是白给的 依着淳于傲的性子 如果不是忌惮孟家 怕是这个气早就得出 何苦憋着十多年才下决心 逮这么个机会来报 说明他还是不愿意 在明面上跟孟家撕破脸 要做什么 都只能被地理做 所以想要拿孟家出气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咱们可以提防 何况 我始终认为 对于淳于傲来说 比起孟家 更能让他在意的 应该是我这位天赐公主 说起来 我还是割部国的郡主呢 剑影听着他的分析 就点了点头 嗯 没错 对于那割部国君来说 主子的确可以 吸引到他的全部经历 至于孟家 倒也不能不替孟家防这些 左右别叫孟家人 轻易出城就是了 凤香城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白鲸鸿拦不住 只好看着白赫然 跟剑影离开 他坐在屋里不停地叹气 又担心白赫然 夜叹皇宫会有危险 也担心那四颗人头 一旦送出去 隐藏在孟家的事情 就要被暴露出来 淳于傲那么聪明 他不会想不到 这四枚人头是谁送的 何况孟家人多大的本事 他心里更清楚 单凭孟家人是做不到的 能做到的 就只有才被孟家 领进门来的冒名小姐 他感觉 现在就像是一个活靶子 对方明明已经知道 他们在此了 但却迟迟没有行动 他就一直在等着 等着对方的剑 什么时候射出来 取他性命 这种等待死亡的心情 太不好受了 凤香城的夜晚 又没有月亮 天阴乎乎的 云也压得低 剑影说 这可能是要下雨 要么就是下雪 白赫然抬头看看 告诉他 不会 最近都没有雨雪 只是阴天 剑影不信 你怎么知道 他答得理所当然 我算卦了 你真是 剑影简直无语 打从到了戈部 他家主子还真是长本事了 卦也算上了 我也是被逼无奈 不得不把这一手 半吊子不卦的本事 给练起来 白赫然叹气 要不是因为 各部有个大挂师 我可能差点都要忘了 还学过这么一手本事 不过 我的本事 真的只是前行表面功夫 对上那位大挂师 怕是三下两下 就要被人比下去 不过 也是有些绝活的 如果我那手绝活 他不会 那他就输了 白赫然对此 有些莫名的自信 因为他那手绝活 是风轻轻教的 而且风轻轻说过 那不是风家祖上流传下来的 补卦手段 而是他根据祖传之法 再加上后世手段 重新推演出来的 属于独创的新卦 风家先祖都不会 所以即使是那交给 巴征补卦的风姓高人 真的是风家的祖先 他也有与巴征一较高下的资本 你那个姐姐啊 似乎是被割部国君 给吓破了胆 剑影想想刚刚的白金红 不由得摇了摇头 恐惧在他心里根深蒂固 就这样 还太什么报仇啊 不拖后腿就不错了 不急 总是要一点点来的 白赫然说 他从前在文国公府里 过的是大小姐的日子 高高在上 锦衣玉食 突然之间 有了如此大的落差 突然之间 被人从灵魂深处 就把以前的那种 骄傲和自尊给摧毁了 你说他打击大不大 所以他现在的状态是正常的 想要克服这种恐惧 也得寻根溯源 从哪里被摧毁的 就从哪里爬起来 总有一天 我会把他送回 戈部国君面前 能不能报得了仇 就看他自己了 戈部皇宫没有 东秦的皇宫大 也没有东秦皇宫那样气派 甚至宫墙都比 东秦皇宫矮了一劲 最要命的是 戈部皇宫的宫墙 不是红色的 而是黑色的 看起来阴森森 用白赫然的话说 这瞅着跟坟场一样 神药这是什么恶趣味 要把宫墙刷成黑色 剑影也是无奈 不是黑色 是酱紫色 因为颜色很深 所以在没有预浪的夜晚 看起来就跟黑色一样 不过主子形容得很对 这就是跟坟地一个感觉嘛 各部国君有毛病啊 朋友们好 我是本书男主君慕林 对 没错 就是被白赫染迷得神魂颠倒的那个没出息的 希望 在大家的支持下 我能反转地位 成功逆袭吧 陆清竹播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